疫情肆虐观光产业惨状令人不满 而东部的观光业大受冲击 美国CDC更是将台湾旅游列为三级的高度风险地区 而以观光立线的花莲受疫情严重影响 观光业营运状况惨跌更是跌入了黑暗期 受疫情影响花莲观光业惨跌跌入黑暗期 何时能够重建光明业者充满了未知与无助 并期待相关单位可以提供协助渡难关 其实不是只有我们 整个花莲市 包括说花莲市区的各大餐饮业 再来就是像东大门夜市 整个已经几乎就是呈现一个空城的状态 东海岸以前靠着高知名度的景点 终是吸引大批团客与散客的业者 目前也只能够缩一节时渡过寒冬 就是以今年的游客量来说的话 是比去年少了大概是剩下一成左右吧 就是真的是疫情的影响会占很大的一部分 因为现在大多数客人都是怕游客区会比较多人 所以就是也比较少出门 对这对我们的影响可以比较大一些 游客可以说是花莲观光的命脉 游客的锐减疫情升温 政府的政策与病毒共存之下 花莲的观光业在没有相关配套措施的维系 更是难以幸存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